Hello 大家好 我是非凡新闻的主播方君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软件 我相信在台北生活的大家应该都会用得到 它的名字呢叫做台北等公车 因为我平常上下班 下班啦就是大约三四点的时候会去搭公车要回家 那有的时候等公车 公车来的时间也不是那么一定 所以我就会打开台北等公车 然后走进去啊 其实你都不用设你在哪一个站 它这边有四个框框 你就可以选择附近的站牌 它很厉害 它就会帮你搜寻到任何在附近所有的站牌的名字 那你就会大概知道说你自己在哪里 比如说我在台北市监理所这边 点进去 对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往哪一个方向 然后有什么样子的公车会到 而且重点是它很厉害的是 它会告诉你公车近站中 或者是几分钟之内会到 而且我有预算过 它的这个几分钟是非常准的 或者是说像我因为也不会常跑太远 所以我常常会去等公车的地方 大概就固定那几个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直接把它用到 设到常用站牌里面 像这边就是我们公司附近的 博人医院 我会在这边的公车 对然后它这边就会 我就常常走过去我就点一下 大概就知道说我要等的那一台公车 大概几分钟之内会到 对我来讲就非常方便 然后推荐给大家 那另外还有它可以让你有路线搜寻 或者是规划 看你要到哪里 你就可以设定设定你的位置 就是比如说跑到比较不熟悉的地方去 用这个就很方便 就比较一个人比较不会迷路 又不一定要做小话